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就噼里啪啦的 感觉哪里都去不了 我们刚刚查了一下手机 对 到处都是下雨 成都也下雨 然后温川县城都下雨了 这边下的挺大的 我们想去的那些地方都下雨了 包括317整条道路上 也是有一些国道也是因为踏方 走不了 很多地方都走不了 我们现在只能 就在这雨中的地区 走了 附近走了 对 不敢走远了 怕踏方弄死 对 半斤 转过来 嗯 这样子 半斤 这要更好看 更好看吗 肯定熊猫眼睛在前面 怎么那么萌 把熊猫转过来 半斤本来就长得像熊猫 带个熊猫 他一直笑着 现在雨还小了一点 昨天晚上的雨好 我大雅一直下下下下下 感觉我们这席子要不到两天就要卷起来了 再睡两天吧 我们这几天都没开空调了 但是还是停了好多天 那个电也用的差不多了 11点9了显示 所以我们今天要走 要发动车子 不然的话 他电还要继续干 我们这两天又是阴天 又没有发动车子 电硬直又在用 所以就很快干了 我们再买买几个这种盆 买几个颜色 因为这个盆很好 跟这个水池刚好大小 方便 这一场雨一下 好像就差不多快过完了 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走三要齐了 给半斤弄 两根香肠 再给它弄鸡香肉 我们要给半斤弄买吃的 顺风到哪里 要给他拿一包适量肉 半斤再买一些零食 走三要齐很远 路上不好买了 对啊 路上不好买了 小快一点 半斤一直看着 阿龙你要多弄点狗粮给它拌人 光这个吃的话 他以后都不吃狗粮了 狗粮啊 嗯 藏在下面 他每次看到这个藏就发疯了 哇 他三两口就把那个香肠给吃了 然后用嘴巴去挖狗粮下面的肉 你看 他不想吃狗粮 他就先要吃肉 刚刚我得到一个消息 一个天气预报 强大的暴雨云团 重新在成都附近形成了 气势完全就压过了巅峰时机的台风 米克了 接下来一个星期 更长时间 成都周边的平原都是我国暴雨的中心 这里的雨是强大 稳定持久 很危险 很危险 你看两个暴雨的云团在成都附近 集结 这是成都 然后这个是暴雨的云团 感觉无地方可去 这边就是 不知道持续多久 主要是这个暴雨云团 不知道持续多久 我们要找个那种像县城的 县城 这种最怕塌方落实了 黄色这个暴雨云团的中心就是成都 我们往左边走 应该就能够离开了四川盆地就会好一点 很开心 有网友建议我们在汶川县城待几天 或者是走文马高速 就是到马尔康这条高速 走出四川盆地就好 我们去汶川县城 一个小时就到了 还是高速 50多公里 只要不走那种峡谷的路的话 就不怕塌方落实了 对 我们今天要走了 又来吃土瓜 这个是竹筍材料当地菜 这是阿龙点的渣渣面 感觉没什么味道 这是鸡肉 鸡肉渣渣 好多吃的 快来 快来快来 哇 都那三条鱼过来了 这里有吃的 快点 这里 他们不跑 反而过来了 一群一群的过来了 走吧 我们去感受一下八级镇杆 那是一个科普馆 科普馆 这科普地震的姿势 然后可以去体验一下八级的地震有多么的恐怖 我们刚刚去问了震感体验中心 它那个是六级的 就不是说实际的 八级 音秀他们这边当时的一个震感 我们还以为是跟当时的震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体验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出于防止游客受伤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没有八级 他们是 体速是六级的 八级的话 那就人会倒摔倒 对 会受伤 游客还是挺多的 还好 现在又没下雨了 那我慢慢的再去汶川县吧 它原来是下雨了 然后又出太阳了 一出太阳就很热 很晒 它不管是下雨还是出太阳 我们都得走了 我到温川县吧 我往温川县三要七方向 现在我们离开应修镇了 前往温川 因为我们前往三要七 会经过温川的 所以还是要往温川县的方向走 如果下大雨的话 温川县城面积比较宽 还可以躲几天雨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收费站了 我们之前也是这个收费站出去的 是不是零吗 不是 半斤老远就知道让我们保持车距 好好好 半斤我们离他远点 你别叫了 他知道前面那个是大货车 别叫 我离他远一点嘛 如果再近一点 他就不停的汪汪汪了 他现在是在说话一样的 他是一边说话一边在叫 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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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这里进去 这里进去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这什么呀 这野生叫八月炸 这阳味健脾 这是当地的吗 当地的山上野生的 这是什么 八月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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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这样生吃吗 生吃 甜的很 盐味的 甜一点嘛 还有黄瓜 我们这 这个又是什么呀 花红 也叫砂果嘛 砂果 查一下我们这儿 小苹果 很甜很甜的 他们都买了 哪一只啊 这里是我们 这个不是本地的吧 是汪串的 三宝之一 也是汪串的 汪串的 车泥子 这个多少钱一斤 这个呢 这个十块 这个十块 这个 这个大的三十块钱 一个 小的二十块钱一个 讲个数的 他捡个数 这是 山上不好找 是挖地下挖的 还是山上 藏在大树上的 这个是根筋 他饿死一个 就张开这个就要饿死 对 你再买一个 好贵 这个小的呢 难得吃到 这个小的多少钱一个 小的十五 买个小的可以 这个可以放多久啊 这个放一个星期十来天都可以 你要拿回去种吗 我们就放在车里 看他能放多久 把它放了 那你多买两个嘛 我就觉得这个好看呀 这个卖十五 说一斤啊 好贵 我觉得 我们也买点尝尝 做冰糖葫芦 像冰糖葫芦 比冰糖葫芦 那个好吃 冰糖葫芦 那个酸一点 这个多少天一斤啊 一样的价 你可以捧着减 哦 这个大 那个又甜 不要了 一样的甜 我觉得他这边理智好贵啊 这个水分好的 好了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西米来几个 可以了 西米是养生水果 美容盐盐的 维生素又高 我们昨天在那里买的才几块啊 这些都是几块的 八月炸 八月炸 到了八月炸自动炸开了 对对对 一共多少 一共五十五 我加那个十五 那个 我们就是尝一下 给车里来点绿化 我先听他说那个是 以为说的是那个藏 藏族的藏 八月藏 西藏的藏 后面才说他是八月 干嘛 那么能吃 他为什么要吃叠叶子 来来来 吃嘛 给你吃一片 小心会中毒 他痛了 白虾给你吃 他要吃这个 这个不给你吃 这颜色好看 准备接着走了 走起来就凉爽 你不吃就不吃 你飞那么远干嘛 他吐到我那个 大舌头弹出去了 对 他用舌头弹出去了 好像很为难他一样给他吃东西 不给他吃了 好了 吃完这个没有了 哇 把他的手都脏了 我们刚刚停的那个服务区叫做棉丝服务区 那个丝啊 它是一个像是工厂的厂 下面有个老虎的那个虎子 但是呢 它并不是一个工厂的厂 其实这个丝啊 它是一种瘦 是长得像老虎的带脚的那种瘦 所以说那个不是工厂的厂 它是一个瓶 就像一个给老虎的那个字 头上加了一个尖尖的脚那样子 这是一个古代的一种瘦 不知道是不是来自于山海津 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叫做棉丝 有点好奇 好多车 这边车油烂还挺大的 这次高速好像是40多公里 40多公里 过了很多隧道 不知道要收多少钱 应该会比较贵的 应该也就20多块吧 30块 30块就起码多了 你好 30 30块 还好 但是我们过了好多隧道 起码多 导航送往哪边走 我大鱼过里 温泉 好大的一个雕塑 对面应该就是县城了 很多高大的建筑 隔着河两边建的 我们把车开进来了 已经停好了 在这个车位里边 这里边还挺大的 停了好多车 找到这个车位 所以就是比较好停车一点 因为它是靠着边边上 超出好多 对 车头有超出一小部分 还好 这地方只能停小车 只是停小车 我们把后面的叶子往后 戳了一点 我们在这里的停车费 40块钱一天 然后在这里 你看我们把窗打开了 玉叶飘进窗里面来了 升级盎然的 今天买的放在这里 放两天就把它吃了 那有蚊子吧 没有蚊子就不关纱窗了 后面好凉爽 半斤 现在就我们俩在屋里了 你龙爹去买冰棍去了 半斤给开风扇